Hi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来自于瑞士的舒特勒的JMX印象 那么这个印象它是一款新款之间 其实我们也做过它的JM100 JM200 那么还有JM400 那么中间的这个X 其实它相对之前有一些变化 首先它是基于200上面 做了一个升级会变化 首先它的功率 从200瓦提升到了230瓦 第二它的升压也更加大一些 采用了新的喇叭单元 它的升压达到了117dB 第二个是它的产地 之前这些印象大概都是在Italy 也就是意大利生产 现在是在瑞士本土生产 那么这个印象和之前的200 它的主要的通道数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这里 它有123455个通道 第一个通道叫instrument 也就是插乐器使用我们接吉他等等 第二路它是提供 麦克风和其他两个都可以使用 那么第三个呢是提供一个麦克风 第四个呢是一个stereo音 也就是你有个立体声的音频可以输入 那么第五路呢就是左和右的立体声的音频输入 我们在平常演出的时候呢 这一个小小的音响 其实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小型乐队的扩声来使用了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接一个吉他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接一个比如说bass 或者是人声第三个呢 接一个人声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接一个比如说电子鼓 那么第五路呢 我们可以接一个立体声的键盘 那今天我们录音的方式呢 是通过这个右下角的叫做diout 简称叫di 在这个前面的上面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一英寸的高音 那么下面呢是一个低音喇叭 大概在八英寸 下面呢是两个低音的出气孔 在尺寸方面呢 它的宽度和它的厚度呢 差不多都在30厘米 高度呢大概在48厘米 总重呢大概在12.5公斤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diout的时候的录音方式 我们看这里还有insert是指外面的这个音频的输入 那这个一个lineout就是另外一种录制的方式 这个lineout呢 一般是我们的6.5的线 它是一个非平衡的方式 平衡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采用了diout 那diout的音量呢 它的控制呢 在这个上面有个专门的音量控制 那么这时候啊 其实我把这个喇叭静音或者低音进行低切呢 都不会产生什么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标志呢就是个低音切 当然我们在diout这种录音的方式下啊 的确是听不出来的 因为它只是低音喇叭的这种低音单元的这种消切而已 在我们di输出它是没有这种变化的 右边的是一个喇叭的锦音 当我们按下去以后是没有声音的 当我们打开呢 它是有声音的 证明的是一个指示灯 那右上角呢是master 当我们使用这个喇叭 平常进行这个播放的时候 总音量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呢是它的效果端言 这个reverb呢就是指它的混响 这个decay呢就是指混响的 言音的量啊 我们打到零呢 它的言会非常短 打长一点呢会非常的长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重点讲解一下 它的这个第一路啊 我们通过吉他接入以后呢 在这里它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可以进行十伏的一个电压的加强 这个呢是一个增益 gain它是用来调节我们吉他的这个产生的音量 你也可以听到一部分增益 wom呢它是指这个它的温暖度 当然我们现在手中有一把吉他 我们可以大概听一下 当我按下去以后 这个就是一个wom啊 当然有的人喜欢比较温暖的那种调调 你可以使用这个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这个比较简单低频啊 我们听一下它这个低频 减弱 你会发现它的低频几乎都没了啊 因为它的动态非常的宽啊 我们可以打大一点啊 当然我没打到头打到头以后它会非常的power 甚至会引起弦和音像之间的这种共振啊 那么中间呢这个是一个赫兹的调整 这是个滤波可以从300赫兹一直到3300赫兹 当你放在中间呢差不多是700赫兹 那么这里呢它是一个中间的滤波的增益 调节比较多 high的意思呢就是指它的高频啊 高频我们可以亮 暗淡 我们也可以搞得很亮 当然放在中间是最合适的 那么这里呢一个R1V和Aux 是指它是用来调节混响 那么当我们的混响打开以后是在这里 如果我们把这个单独通道的混响关闭 是没有混响的 只有把它打开才会有混响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比较大的量啊 正常放在中间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通道的总音量 你可以把它输入当然你把它关闭以后总音量打再大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呢是一个 Aux Out也就是我们的 线性输出 那么这个呢就是控制单元 所以说看上去的界面呢相对还比较友好一点 所有的控制都在上面 那后面呢是 电源 这个电源有所不一样 其实原装进口的时候 它是一个欧式的插座 那么像这种插座插座 其实在国内像有这样的插线板呢 还是比较少的 我记得供流好像出过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换一个 就是普通的那种三线 接地线的这种都可以 那么在它这上面呢 它有一个叫GND Lift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开关 这个开关的作用的意义呢 实际上是防止一定的噪音 有时候我们接线虽然有地线 但是接它不太好呢 开启它会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这种音箱你还一定要记住 就是这个音箱它有地线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装靴的时候 很多的家里面装靴 它是不接地线的 不接地线这个音箱插上去就会有噪音 那音箱是必须要接地的 你一定要记住 当你有一个这样的音箱 以前使用没有 突然拎到哪儿产生了 那你先要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插座接过来的电 上面没有地线 当然在我们这个 电源线接触的地方 如果你把它拔掉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开关 那个里面呢 是有一个保险丝 像这种高保值的音箱呢 它对它的音箱的保护呢 是比较及时的 因为它的低音端源和高音端源呢 有比较大的调节范围 所以是为了防止过载 有的时候害大了以后 它会烧掉 因此你把它拿过来换一个 当然像这种保险的还是非常便宜 我们可以轻而易去找到它 音箱它好不好听呢 其实跟你的琴也有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两支琴 比较有代表性 一个是马丁 那这个是来自于马丁的GPC13E 是一个权单信号 那么马丁的声音的特点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声音非常的清晰 中频相对会比较少一些 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准备了叫Taylor 这个Taylor呢 我是准备了一个比较便宜的Taylor的114C1 那么这两个琴插上去 其实声音它们是不太一样的 它的木质会会更加的长一些 它的低频相对会少一些 马丁的低频 在电箱的时局下听得非常明显 就是它的高频比较多 低频比较多 中频比较少 这个跟它反的 它的中频更多 音色更加结实一些 当然在我们今天录制的时候 我都是把音箱上面调好了以后 吉他上面的均衡 也相对会做到比较中间 包括音量的收注 我们在听觉上差不多 所以我们在录音的波形呢 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好 下面我们就大概的用这两个吉他 进行一些风解和弦 我首先大概来听一下Taylor 这个X是个什么声音 马丁吉他是个什么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